今天是9月27号 埃古金金收盘全面爆发了一天 创历史的创码涨了10个点 那盘后有两个人问我 欧阳涨了300多点了 下周可以去哪里 哪些孩子的我们关注 其实现在是属于流失上涨的初阶阶段 大家知道流失上涨初阶阶段 最容易赚钱的是谁吗 如果你还不知道的 如果你在这个星期里面没有赚到 达到20个点的 那么你这一段时间操作明显是不合格的 到底该怎么操作呢 大家这些问题 我们就核心品种做一个解读 讲之前评论去一波巴巴巴支持一下 觉得我喜欢用你的点赞加关注 那么一定要记住 流失初期最容易获据力的就是大兼容 说白了就是证券 以及与证券相关的品种 我这么说 有人会问 证券涨这么多了 你看证券板块今天又暴涨了8个多点 一个星期涨了 一个星期涨了20多个点 那你觉得证券这个星期涨了20多个点 他就结束了吗 我告诉你并没结束 所以证券板块是流失初期第一波吃螃蟹的 我们可以回到这个位置 大家看这是2020年的这一波 2020年这波从1200点涨了1800点 这一波证券涨多少 最后证券涨了50% 那现在回看一下我们现在多少 我们证券从这里起来 对不对 这是多少 1100多点 现在才超1400 那一到1800的话 还有400点的涨幅 所以现在多少 证券我觉得才涨了那么一丢丢 应该才涨了一半 所以我们怕个啥 担心个啥 当然后排跟风的 大家还是要注意 有些人是什么 去打板 结果又跳水了 第二天低开一割掉了 那么这种当我没说 所以现阶段的话 证券板块是一定要跟紧的 这是流失最容易吃弱的一个阶段 流失初期 我们这期视频 重点来聊聊 证券板块当下的一些核心 核心个股 以及金融方向的核心个股 你看这个 我觉得在大型里都是什么 都是毛的 看他涨那么凶 越涨你越害怕 越涨你越不敢去 我们可以看到 证券今天有十几个票涨停 对不对 我们重点在那里 朋友们我强势很多回 证券板块 你想要跑赢指数的话 一定要买到前排的 什么意思 你看今天证券涨了8.54 对不对 那我们看证券板块50个票 涨幅在8.54以上的 是是哪几次 大家看这里 他们要华台证券 8.77 也就是说从华台证券往下 下面的连证券指数都跑不赢 如果你持有的是这些票的话 你会比较郁闷 这个指数都找到8.5 我的票都还不到8个点 这是不是很差 是不是 做我前这很多回 证券板块 一定要跟解 情牌的 那也会说 前排的居地怎么看 现在基本上已经明牌了 也就是这一轮证券板块涨幅 前排的笼合票 基本明牌了 20厘米的是什么 20厘米的是东方财富 大家看东方财富打头证 那么10厘米的 10厘米是什么 国海证券和天峰证券打头证 所以我们要注意 这是什么 这是第一集团 什么叫第一集团 就是我们看一下涨幅榜 本周在40个点以上的 大家看东方财富 从这里起来到这里的话 涨了五六十个点 至少五六十个点 所以它是涨幅榜第一 那它有个特点 它是20厘米开头的 那么如果你是做20厘米的 做短线的 你就进入它 对不对 而且盘后数据显示 这个票今天 成见量非常大 还有什么 各大资金站不断加码 有油市大楼 加了几个亿 时间在顶 这什么概念 所以 这就是一个信号 看好的信号 所以从目前的位置来看 它才刚刚上涨 后面还有空间 可能短期 如果说有盘中 有分歧点 有调整 更好 后面还将 马上冲 说它之外 大家看一下 我刚才讲的这个国海 对不对 他看这里 过来这券是四年版 昨天是一个放两版 昨天明显的是一个什么 下午那下的 今天就是一个弱装强 加速 所以这个票的话 说咱俩在证券板块 全面爆放中态下 估计没有什么好的机会了 什么意思 加速了 一只板要上去了 不给你机会 所以 大家 这几天没进场的 估计只有看戏的份了 还有一个什么 天峰 对不对 天峰证券 它也是近期市场的一个高度 四年版 昨天是属于一个什么放料板 你看 昨天一个放料板 一个弱装强加速 今天直接就是一只板 像这种的话 现在已经加速了 也就说也没啥机会给你了 所以说 我们现在没办法 只能从第二梯队去看 好 那么第二梯队的话 今天十几个票涨停 有两个票是澳板的 你比如说 长江证券 对不对 它是澳板的 虽然说今天开板 但是在那边说 它来的位置 非常的不错 非常的不错 所以 它成为了第二梯队的一个标的之一 还有就是中营证券 中营证券的话 它也是属于什么 属于澳板 对不对 它也是属于第二梯队的 而且这个票它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 它是次星 而且位置非常低 你看 它在开盘不久 最高到40 现在11 也就是说 你要到这个位置去 要找几百 找40 才要找三倍 对不对 所以它位置是具备优势的 而且它盘子也不是很大 300多亿的盘 像这等票的话 空间潜力也是是吧 也是下落的时候比较大的 好 其他的票 几乎就是属于跟风的 那么我们看老大中心正确 在尾盘也拉了涨停 那他的拉涨停 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意义 什么意义 大资金在进场 大资金在大量的扫货 对不对 这就是重点 而且大家知道 正确板块不仅是这个流逝启动性 它后面还有空间 什么空间 它后面还有这个重组 对不对 还有重组的预期 所以你想想 这个空间是不是很大 回到2014 2015年 当时我们市场主线是什么中枝头 中枝头的核心是 拿百车合并变成中国中枝 所以中国通的暴涨10倍 那么中心证券 或者说其他中枝头的证券 一旦合并的话 会不会暴涨几倍呢 有没有这可能性呢 大家自己去评 大家自己去想 所以证券 我说才刚刚开始 大家认同吗 好 那我们再回到市场 证券 这几个板块 这几个核心片 我跟他讲了 就看多元金融 多元金融 今天也是涨了4个多点 相比起证券 感觉有点拖后腿了 当时大家知道吗 在这几天 是前面这三天 多元金融是最强的 是不是 这一天也好 这一天也好 是最强的 他比证券更强 但从今天来看 他拖后腿了 证券正式超过他了 所以接下来 多元金融的话 很可能走不赢 走不赢谁 走不赢证券 我们可以看到 个股的就明白了 大家看这里 对不对 多元金融今天只有两个票 涨定 一个是五矿资本 一个是中良资本 所以在操作上面 我们也注意 这两个票的话 四板 但是明显都是一只板 但一只板上去的话 老股民都知道 容易什么 容易被横按钮 容易被打下来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追高这块 还是在注意 要保持一定的谨慎和理性 好 从市场的反应来看 目前的盘面 就是像多元金融这一块 我觉得如果你想去参与的话 你就盯紧的这两个核心 实在 实在怕的去做低位的补充 切记切勿 去做什么 去做中位的跟踪 中位的跟踪 你那调整的话 短期的什么 幅度会比较大 调整的幅度会比较大 这大家说注意的 要不干脆去做补涨 好 我们从市场的反应来看 目前的整个的A股 就是多元金融这一块的话 出现分化了 所以我们要注意 前期多元金融核心是什么 红叶期货 对不对 但是明显的红叶期货涨了很多了 它现在开始跳水了 我们在操作操作上面还是要注意 不要盲目轻易的再去追了 好 那我们要注意的细节是什么 多元金融这一块的核心在什么 在期货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是重点留意的是期货 期货相关的 目前的期货 就比如说像南华期货 绿大期货这些的 它表现还是比较弱的 后面可能会存在一些什么 那些补充的机会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好了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个什么 还有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 就是金融科技这一块 互联网金融 我们要注意 个股的话 主要集中在哪里 是一些软件类 大家看一下今天互联网金融 批量涨停 对吧 这个机会也是蛮大的 也是蛮大的 所以对于这个方向 我觉得大家短期也是需要注意的 比如说互联网金 我刚才讲的 就是比如说铜花顺 指南针 东方财富 这些都是属于互联网金融这一块的 属于这个炒股元件这一块的 还包括以前有一个什么核心票 这个大资汇等等 这些都属这一块 所以这个方向的话 短期也是值得特别注意和重视的 那么我跟他讲的 就比如说叫铜花顺 叫东方财富这种 就属于人际品种 是吧 它是属于叠加的热点龙头 所以在策略里面大家要注意的 当然如果你怕了 不敢去高位了 可以低位的 这些刚涨的一些不涨的 也是可以去留意的 你比如说像顶点 像金正 像红色电子 这些以前也是很牛很牛的 金正股份也好 还红色电子这种票 以前都是股线很好的 很牛的 所以他们才刚刚启动 我记得叫金正股份的话 是在在前面是在2014 还是2014 这有一波流失的时候 当时他涨了多少大知道吗 他涨了几十倍 这个票涨了几十倍 好像是30倍 所以是最低最低一个票 那么像这种那些票的话 我觉得大家短期还是在注意的 一旦再次进入这个潮州周期的话 他的空间潜力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在短期 他只是刚刚开始 朋友们要记住 好 那像这个红尘电子也是一样的 他近期也是刚刚启动 对不对 他的位置是具备很大的优势的 整体来说 你能力强的 是盯在前排的高位龙头 能力弱的盯在低位的补涨 也可以 总之一句话 就是当下的金融行业 是重中之重 不管你是互联网金融 还是多余金融 还是证券 都是重中之重 当然有人会说 那么银行会不会 银行已经涨了很高了 对银行本来就已经很高了 所以银行板块 短期要什么 要把它卡掉 短期的话 我觉得银行还是要小心点 还是小心点 保险的话 前期也涨了比较多了 那么近期你看还在继续上涨 保险的话是属于什么 属于跟风上涨 我前面跟他讲过 对不对 银行涨他也跟风 证券涨他也跟风 所以相比起来 他的涨幅没有什么 没有证券这么波动大 那么目前现阶段 如果你要参与金融方向的话 首盯证券 再盯多元和互联网金融 那么你按这个四处区的话 还是能够有所收获 甚至你做的比较好的话 但这一波流逝初期 你是能够吃到大肉的